爱情被谈得太多了 所有歌曲 所有书都在谈爱情 我反正有个特点 就是太多人谈的事情我都不会说 爱情这两个字都是增加难表 光听这段文字 好像陈丹青很排斥谈及爱情 其实他私底下面对妻子时 又是另外一幅截然不同的面孔 他的妻子黄素宁比他大三岁 他们相爱的过程很传奇 南京艺术学院有一位 国画系的毕业生叫黄素宁 他毕业以后呢 就志愿报名到西藏 让大家很吃惊 问他什么道理 他说他从纪录片看到西藏 很需要艺术家 然后他就这么去了 去了以后呢 他立刻发现那儿真的很需要画条 同年1976年 就又回到南京 他有一个计划 就是找他的老师和同学 到那儿去帮西藏人画画 他觉得我又画画得好 他就想叫我去 咱们都年轻 就在高原 咱们就恋爱了 热恋中的陈丹青 每每提到黄素宁 都难掩钦佩之情 我也很佩服他 他有志气 当时不愿意随便找个工作 他愿意到西藏去 一块都藏人去 然后很自然 我们就有句话 就是这样 后来陈丹青 得到一个赴美深造的机会 黄素宁 为爱选择放下国内事业 随之远渡美国 彼时两人的日子 过得极为拮据 陈丹青 故技学业没有收入来源 只能靠黄素宁打工 赚取微薄的生活费 重重经济压力大 两人多次爆发争吵 一度过不下去 情感即将走入绝境的时刻 陈丹青遇到彻底改变 他爱情观的人 那就是他的恩师沐昕 他停了很久 他说最后起作用的还是爱 爱人 爱自然 爱生命 爱艺术 随便你这么说 就是你得有这个爱 仅仅几句话 沐昕便让陈丹青 豁然开朗 不再与气子吵闹 猛然清醒的陈丹青 与黄素宁 重归于好 随后感叹于沐昕处世智慧的他们 盛情邀请沐昕为一众旅美艺术家授课 课一上便是整整五年 无数艺术家在沐昕的引导下 重新审视生活 审视情感 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最后一堂课上 沐昕自信地说 对你有信心 就是说 你们假如按照我这讲的东西去做的话 你那个时候说 幸亏我听过这种话 从不好一方面去想的话 另外你们的六七十岁是有危险的 可惜啊 当时他讲过 你还没有做 好